文章来源 酒派新闻 8月29日 记者访习牟磊所在的河南一村庄 其家位于村庄边缘 房门上贴着福婉联 血泪树低 哀思无穷 礼树有限 酒赚三线 婉联已被封化至部分脱落 村民介绍 齐牟磊在美国的几年间 母亲三年前去世 父亲一年前去世 父母去世时 他都未出现 是弟弟操持的后世 村弹部表示 他从早到晚一直在接电话 都在询问齐牟磊的情况 我能说啥 他父母双亡 他长年不在家 他表示 齐牟磊多年不在家 他并不掌握齐牟磊的后续情况 一 曾因高考高分被媒体报道 8月29日 记者来到齐牟磊的老家 河南丰丘县一个村庄 村里已有人知晓 他在大洋彼岸的情境 很意外 我们都感到很意外 一位村民说 多位村民的印象里 齐牟磊从小学习就很好 又不打人 又不捣蛋 一回家就先写作业 做完作业再出去玩 一位村民记得齐牟磊稍微内向 不如弟弟活泼 另一位村民甚至记得他的高考分数 624分 2010年 他和弟弟同时都考了624分 分别被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和西安交大能源动力系及自动化专业录取 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件事 那位村民记得他们上大学走的时候 政府都来了 此后 兄弟俩成为村里孩子的榜样 《大和报》2010年名为《风秋一对农家兄弟真争气》同考624分 同上名校的报道里 齐牟磊和弟弟年龄相差两岁 都是1.78米左右的个头 都明显偏瘦 都戴眼镜 都是憨厚而腼腆的神情 兄弟俩的卧室相当简陋 两张床 两个小客桌 一个简易电扇挂在木棍上 当时的报道里 父亲介绍 他们家中有6亩地 这是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 俩孩子特别懂事 平时每月分别给他们生活费200元 可他们都不舍得花 兄弟俩最大的爱好就是逛书店 齐牟磊当时告诉记者 他和弟弟在一个学校时 在学校食堂都是买一份菜一起吃 一个月下来 最多也就花300块钱剩下的全买书了 报道里提到 父母为孩子近万元学费烦恼 父亲已有肝病十多年 母亲腿经常化农 无法干重化 而对于将来 兄弟俩表示 走一步看一步 上大学后会兼职作家交正零花钱 减轻家庭负担 九派新闻走访时 多位村民都提到 齐家生活困难 一位村民记得 齐家是低保护 齐家兄弟上学时 爸妈连衣服都不舍得买 好在 那俩孩也是可争计 齐家的院子位于村子边缘 墙上贴着的农户房屋安全 评定结果公示牌显示 户主姓名齐某亿 家庭人口两人 享受政策年度2019 类别的地 北屋为A级 面积60平方米 邻居介绍 齐家是低保护 这是前几年政府扒掉旧的 建起新的 他家以前房子很破的 漏得没法住人了 一下雨变跌漏 二 三年间 父母先后去世 据公开信息 2015年 齐某磊于武汉大学毕业 后就读于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 并于2021年获得材料科学硕士学位 随后在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唐山分校就读博士研究生 2022年1月 他加入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唐山分校应用物理系的研究小组 指导教授是同为华裔的颜子姐 因 一位邻居说 齐家兄弟上大学后便很少见到了 上大学的时候回来也不上俺家来 来几天又走了 一般都接触不了 他最后一次见到齐某磊是在四五年前 上美国之前 自此再也没见过 村民介绍 齐某磊在美国的几年里 其母三年前去世 其父一年前去世 去世就快满一周年了 村民介绍 齐家父亲患病多年 一直是妻子在照顾 妻子要种地干活 还要照顾丈夫 他舍不得钱 有病了还不去看 后来先是去县礼医院看 县礼治不了转到新乡 新乡治不了到郑州 从送医到去世就一个礼拜以内 他妈就去世了 等于说 连众地带伺候病人 给他妈妈身体泪垮了 后来 他父亲自己在家住 两年后也去世了 齐某磊的弟弟可能在上海工作 村民说 去世前的病重阶段 弟弟曾把父亲接到上海去照顾了几个月 病情稳定了 再送回来 在村民意象里 孩子父亲口碑很好 他家的东西 农具 就跟公用似的 谁都可以进他家拿 三 最后动态 想交朋友 什么是真理 村民们并不了解 这些年齐某磊经历了什么 或许可以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一窥他的心理 自2022年2月20日发出第一篇网络帖文以来 齐某磊多次在推特中提及 流言飞语编造证据等与口舌是非相关的词语 2022年8月 他提及美国霸凌时写道 在美国霸凌似乎是一个问题 人们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阻止他们霸凌者 解释并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让他们霸凌者觉得每次提出问题时 别人都会向他们求情 他们霸凌者夜以继日地寻找借口 2022年8月19日 齐某磊提及一名教职员工 他的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 即负责领导研究项目的主要带头人 齐某磊疑似想要与该PI交谈并获得他的承诺 以摆脱自己所遇到的困境 他写道 只需与领导研究项目的教授交谈并得到教授的承诺即可 因为教授有更多的经验来处理这些女孩和流言蜚语 然后 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些愚蠢的话题了 齐某磊写道 如果没有必要 我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2022年11月 他又怀疑一群人通过编故事来控制他 他告诉了教授 但是教授说 没有人谈论这件事 科研工作之外 齐某磊经常自己做菜 并将成品照片分享到网络上 在他上传的照片中 有肉丸 卖相不错的鸡蛋饼 80%复原度的水煮鱼 虾仁炒蛋 蒸蛋 他曾两次表示 永远不辜负美食 还会带上表达开心的表情符号 2022年7月 他开始抱怨人们总是注意工作时间 写道 我认为我是在向老板展示我在工作 而不是兴趣驱动 这贬低了我工作的意义 这太恶心了 自尊阻止我工作 2023年5月 他写道 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 每天关注工作时间实在是太幼稚了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让我向他们展示在工作 一直在工作 但是 不行 那根本就不是人 齐某磊在社交平台上发出的最后一条推文 停留在8月1日 他发问 你是如何找到博士后职位的 他还提了另一个问题 什么是真理 同一天 他写道 想结交一些新朋友 并称自己在日常琐事上有点傻 想结交一些新朋友 我是一名二年级博士生 对纳米粒子合成 光补货 自组装 光谱分析和机器学习感兴趣 日常琐事上有点傻 谈研究却很热情 如果有兴趣 请联系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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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